那么随着疫情状况有持续升温的趋势 面对疫情台东县环保局指出 在疫情未解除之前 防疫消毒大队会持续进行全县的消毒工作 台东县环保局的人员正积极的进行消毒工作 要让县民以及旅客都能够安心过生活 随着疫情有逐渐升温的趋势 再加上昨日网络流传案1336 沉到台东旅游的相关资讯闹得人心惶惶 而中央疫情流行指挥中心也指出 确诊个案在发病的前三天开始有传染力 而案1336确诊日为4月29日 旅游室为17到20日 将发病确诊前的旅游室列为个案足迹并无异议 而台东县环保局也表示 在疫情尚未解除之前 台东县防疫消毒大队会持续进行消毒工作 尤其是在廉价的前后 更会针对热门观光景点加派人手进行消毒 也再次提醒请洗手正确佩戴口罩 才是最能落实防疫的作为 而面对网络讯息必须经过查证 不随意的转传不实讯息 以免触犯传染病防治法 或是社会秩序维护法 记得陈静环台东市报道